如今随着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 当通过长江大海的时候 不再是局限于大桥通行和水路运输 过江隧道跨海隧道 已经成为了另一个非常快速便捷的通行方式 南京阳子江隧道 它也是南京的第一座跨江双层隧道 今天这个视频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南京阳子江隧道现称为南京定淮门长江隧道 简称定淮门隧道 是南京市的一条过江通道 位于南京长江大桥与南京长江隧道之间 2010年11月隧道北线正式开工建设 2015年的6月北线贯通 7月南线全线贯通 隧道于2016年正式通车 总投资约52亿元人民币 杨子江隧道在世界上首创了双层多出口X型设计 采用了双管双层X型巴车道顿购隧道 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 目前限速为70公里每小时 过江仅需5分钟 每条隧道都可独立承担长江南北的双向交通 不仅充分利用了隧道空间 还有效提高了通行效率 杨子江隧道分南北两条线 北线与杨子江大道相接 全长7公里 北线隧道长约5公里 南线下穿杨子江大道后与 定环门大街相接 全长7.3公里 南线隧道长5.3公里 这是全世界同类隧道中规模最大 技术难度最大 地质条件最复杂的隧道 因为处在江底的70米处 所以它被誉为江底70米深处的世界级功臣 我现在是又开车来到了江南 这一座就是定环门桥 看看南京的电视堂 我马上再开车从江南这边往江北去 带大家看看这条长江隧道 从江南进入杨子江隧道的入口有两个 分别在定环门大街海德卫城门口和杨子江大道上 隧道内全天禁止货车 外地19座以上客车和非机动车与行人通行 杨子江隧道的世界先例引人瞩目 世界之最让人感叹 作为南京第六条公路沃江通道 杨子江隧道成为了连接南京主城区 河西地区和江北新区最快捷的快速通道 河西地区最快捷的快速通道 河西地区最快捷的快速通道